3月22日一位叫你是谁的网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他说想预算十多万买车 去店里看了现代IX35和新款的日虎7plus 问我这两款车该如何选择哪更优秀一些 打算长期使用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进入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预算十多万出头买车 你会选择哪一个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这个建议啊 谢谢大家 首先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 预算十多万出头买车的买的是啥呀 买的不是这个车的开23年 咋地咋地咋地 买的是这个车的我用过六七年以后 谁的发动机变容箱 开十万公里以后 谁的发动机变容箱更稳定 小玩意少咱就选谁 毕竟我们老百姓买车的啊 十多万这个日门级的车子 都想多开几年 不打算换车 要求质量发动机变容箱更优秀一些 其实一台车的开的是啥 到了后期 公里数大年少多了 开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变容箱的稳定性 什么别的配置都无所谓了 就是坏了也不吃啥钱 发动机变容箱坏了 那可是大老病 对不对 要你要一个后期的稳定性 其实这两款车的都是非常优秀 很不错的 现代X35 它有二零升质量吸气 匹配派博泰61T版本 还有1.4T涡轮增压 匹配七档钢丝双链额版本 这两版本 差太多了 大家千万不要全错了 很多人买车 我都要涡轮增压 是涡轮增压 有这涡轮增压的加持 动力更加优秀 起步更快一些 是吧 有涡轮增压的加持 动力更优秀 有特别感 但是又有突兀感 但是 它的七档钢丝双链额 非常差劲 钢丝的嘛 用的路面行驶 它容易高温 一高温就动成一响出毛 后期的稳定性不行 小毛那么多 但是它全能速度很快 换的轮机很快 开的很爽 但是质量不行 所以说买现代S35呢 不要因为一点点动力 失去了变容箱的耐用性 选就选2.0省 也够用四驱带步 虽然是没有涡轮增压的加持 也够用 最主要的 它匹配在Pylti 6ET变容箱 这个变容箱 虽然是没有 爱现代名气那么好 但是质量 换的逻辑 各方面 非常非常稳定 后期的稳定性很好 小毛那么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说买就要买这个 这款 没办了吧 那么 G7 Plus这款车的 行不行 也不错 搭载这个 其类自家生产的 1.6T的污轮增压发动机 197的马力 这款发动机 自保百万功率 非常优秀的 加92厚汽油 动力很足 推背感十足 转转达到2000转的时候 推背感十足 动力上要比 现在这个动力要更优秀 并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质量管车的发动机 都很优秀 那便用箱 它匹配的是 世界三大便用箱 共用商之一的 德国的格塔拉克 7档斯双雷合 这款双雷合变速箱 很不错 其用用多年了 调节了很平顺稳定 包括奔驰 宝马也在用 奔驰A级 宝马的X1系 在使用 不错 能用主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两款车 都是前卖油性 后面多伦尔的情况 调教的 用料 滋生性 扎实感 还是这个 日午7PLUS 更好一些 而两台车 实际开启的 隔音静音 也是日午7PLUS 更好一些 新款日午7PLUS 隔音做得很好 那次做了一个变化 高级感十足了 贫困也非常好了 动力更加优秀的是 日午7PLUS 所以说 这两款车的 质量都没有任何问题 口碑也都不错 你就要动力好的 就选日午7PLUS 你要要一个 后期稳能性更好的 自然吸气 比较AT变速箱的 那你就选 S35 但是日午7PLUS 也为能用主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也没有开过 或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欢迎大家 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